现在我们进入第78课的词汇脱口秀 Vocabulary Talk Show 这一课对应的是新概念二册的90课 What's for Supper? 文章的开头提到了一种食物 叫做Fish and Chips 是什么呢? 这是在英国特别流行的一道菜 油煎鱼和炸薯条 Fish and Chips is a popular dish in Britain which consists of fried fish in batter served with chips 就是把鱼排裹上面糊叫做Batter 然后进行油炸 旁边配上炸薯条 在英国这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外带食品 It's a common takeaway food in the United Kingdom 最外带食品叫做Takeaway Food 鱼和炸薯条的组合其实在英国有蛮长的历史 最早什么时候出现呢? 在19世纪的60年代 Fish and Chips first appeared in the UK in the 1860s 在英国卖油煎鱼和炸薯条的店铺也非常多 有多少呢? 差不多有1万家 In Britain, there are around 10,000 fish and chips shops 所以油煎鱼和炸薯条在英国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麻辣烫一样 非常的普及 你要提醒大家的是Fish and Chips 这个词组要看成是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它是一道菜 因此后面的位语动词要用单数形式 假设你要表达这样一句话 油煎鱼和炸薯条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那你就应该这样来表达 Fish and Chips is my favorite dish 注意这里的位语动词用的是is 因为Fish and Chips已经看成了一个整体 Fish and Chips should be the same as a whole thing 很多食品的组合都会看成整体 再比如说bread and butter 面包和黄油也是看成一种食物 第二个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在英国薯条叫做chips 而chips如果在美国指的是什么呢 对了它不是薯条而是炸薯片 炸薯片在英国叫做crisps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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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考考大家 如果在美国你去一家快餐店 比如说McDonald's去买薯条 那么这个薯条该怎么说呢 注意不是chips 而是French Fries 字面意思就是法国人的油炸食品 为什么叫French Fries呢 因为据说是法国人把薯条传入了美国和英国 It was the French who seemed to be the ones who spread fries to America and Britain 1802年的时候 在美国白宫有一位法国的厨师 就做了一道炸薯条的菜 当时的美国总统Thomas Jefferson 吃了之后呢 就把这种薯条呢 称为法式炸薯条 Thomas Jefferson had potatoes served in the French manor at a white house dinner in 1802 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呢 French fried potatoes 也就是法式炸土豆 这个表达呢 就渐渐在美国传开了 当然这个称呼呢 有点长 所以呢 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 人们呢 就把它简化为了 French fries 再后来呢 美国人觉得这个词还是太复杂 于是呢 进一步的简化为了Fries 所以口语当中说薯条呢 最常见的就是Fries 如果你想表达 我想吃一些薯条 怎么说呢 I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fries 有趣的是呢 French fries 虽然是源自于法国 但是把炸薯条发扬光大 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呢 却是美国的快餐连锁店 比如说 McDonald's and KFC 所以在欧洲以外的很多地方呢 常常把French fries 称之为American fries 好 我们复习一下 薯条呢 在英国叫做chips 而在美国呢 却叫做French fries 简称fries 而如果你要吃薯片 在英国呢 应该说crisps 在美国呢 你要说chips 在这个的故事里呢 提到了在英国东部的 北海石油转井平台附近 出现了巨型的鱼类 文章里提到了很多海洋动物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 第一个是whale 是什么呢 鲸鱼 w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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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鲸鱼呢 其实啊 它并不是鱼类 而是海洋哺乳动物 whales are not fish Instead they're marine mammals 最mammals 指的是哺乳动物 在海洋里呢 还有一种凶猛的鱼类 叫做鲨鱼 怎么说呢 对了叫shark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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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呢 特别好记 你看啊 前三个字母 sha 如果按照汉语拼音的读法 那不就是鲨鱼的鲨吗 当然文章里提到 在石油转井平台附近的巨型鱼类呢 并不是鲸鱼和鲨鱼 而是一些常见的食用的鱼类 比如说雪鱼 叫做card 在一些海鲜餐厅当中呢 我们今天会吃到烤雪鱼 就叫做grilled cod 另外呢 课文中还提到了 另外一种食用的鱼类 叫做skate skate是摇鱼 摇鱼呢 是一种可以食用的扁平的大海鱼 说到食用的鱼类呢 我考考大家 下面的这些鱼 你用英文会表达吗 第一种鱼 很多同学喜欢吃的 叫三文鱼 怎么说呢 对了叫salmon s-a-l-m-o-n salmon 比如说你在餐馆里 点了一道烟熏三文鱼 就叫做smoke salmon 另外呢 还有一种鱼呢 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 叫做金枪鱼 用英文怎么说呢 对了叫tuna t-u-n-a tuna 所以金枪鱼呢 在国内呢 还有人把它 英译为tuna鱼 咱们同学呢 一定要知道 它的英文发音 叫做tuna 比如说你吃了一个 金枪鱼三明治 你可以说 I ate a tuna sandwich 在中国呢 我们很多朋友 还喜欢吃带鱼 那么带鱼怎么说呢 其实很好记啊 叫hair tail hair表示头发 tail是尾巴 头发和尾巴 是不是都是长条形呢 你看带鱼就是一种 长条形的鱼 所以呢 叫做hair tail 在美国 带鱼呢 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称呼 叫做cutless fish cutless 就是短剑的意思 你把带鱼给拉直了 是不是像一柄短剑呢 所以叫做cutless fish 除了带鱼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人呢 喜欢吃鲤鱼 鲤鱼叫做carp c-r-a-p carp 比如说红烧鲤鱼 就可以翻译上 braised carp in brown sauce 注意braise 这个词表示炖的意思 那么brown sauce 棕色的酱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酱油 soil sauce 吃海鲜的时候呢 人们还喜欢吃两种 不算鱼类的鱼 一种呢 是章鱼 也就是八爪鱼 英文叫什么呢 叫做octopus 注意它的前缀 octo octo 就表示 8的意思 8 我们还熟悉的一个单词 也带有8这个词根 叫做october 你肯定会问了 october 不是表示10月份吗 怎么会跟8扯上关系呢 因为在古罗马的日历当中呢 一年是从3月份开始的 所以在古罗马的历法里 10月其实呢 是第8个月 所以才叫做october 记住这个词根 octo 表示8的意思 所以有8只脚的章鱼呢 就叫做octopus 除了章鱼之外呢 很多人呢 还喜欢吃鱿鱼 鱿鱼的英文是什么呢 叫做squid S-Q-U-I-D squid 以上的这些海产品呢 我们统称为海鲜 诶 考考你 如果你喜欢吃海鲜 应该怎么表达呢 有些同学呢 可能一直在想 鲜怎么表达 其实啊 没有那么复杂 海鲜呢 就是海洋 给人类提供的食物 所以呢 就叫做seafood 如果你特别喜欢吃海鲜 就可以说 I like seafood very much 所以呢 你可以去吃一顿海鲜自作餐 海鲜自作餐呢 就叫做seafood buffet 注意自作餐的英文怎么说呢 叫做buffet 海鲜呢 固然是美味佳肴 但是呢 人类对于海鲜的疯狂喜爱啊 也造成了有些区域的海洋 被过度捕捞 诶 过度捕捞 在英文里怎么说呢 叫做over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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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某个区域的海洋 被过度捕捞 我们可以说 this part of the ocean has been overfished 如果你在一个报纸上 看到一句话说 as the lake has been overfished fishing has been banned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有一个湖呢 已经被过度捕捞了 所以钓鱼活动呢 被禁止了 大家注意 over fish 这个单词呢 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over 一个是fish fish表示捕鱼 over这个前缀呢 就表示过度过鱼的意思 往往后面呢 可以跟上一个动词 大家来猜一下 什么叫做over eat eat表示吃 over eat 就表示 eat too much 也就是吃了太多了 暴饮暴食 比如说有个女孩 她感到抑郁的时候呢 就会暴饮暴食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 whenever the girl feels depressed she tends to over eat 那什么叫做over sleep sleep表示睡觉 over表示过度 所以over sleep 字面意思呢 就是sleep too much 也就是睡过头了 比如说昨天晚上 你忘了上闹钟 所以睡过了头 你可以说 I forgot to set my alarm clock last night so I overslept 最后呢 再考大家一个单词 什么叫做over work work表示工作 over work 也就是工作的太多 work too much 工作过度了 工作过度呢 可不好 因为呢 它对你的健康呢 会有伤害 over working is harmful to your health 所以记住这个 特别常见的英文前缀 over 它表示过度 过头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聊 这一课的第四个重点单词 terrify 这个词呢 表示恐吓 使一个人感到害怕 ter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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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还学过 哪些动词 可以表示 使一个人害怕呢 对了 我们学过 scare 还有呢 frighten 这两个词呢 都是terrify的同一词 如果你有个朋友 叫Sam 他呢 特别害怕 站在高的地方 有恐高症 用英文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Sam is terrified of heights 你也可以说 Sam is frightened of heights 你还可以说 Sam is scared of heights 当然在口语当中 最常用的是哪个词呢 对了 是scared 而terrify和frighten 这两个词呢 显得会更加正式一点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terrify 这个单词怎么记呢 它有一个重要的基因 叫terr T-E-R-R terr 这个词根呢 就表示 让人恐惧的意思 to feel with fear or to frighten 所以terrify 就是terr 这个词根 加上ify 这个动词的后缀 表示令人害怕 那么如果在terr 这个词根后面 加上or 就变成了 另外一个单词 terror 什么意思呢 对了 就是恐怖的意思 恐怖主义 怎么说呢 对了 叫terrorism 在terror 后面加上ism 这个表示 主义的名词后缀 那么恐怖分 就叫做terrorist 就是在terror 恐怖后面 加上ist 这个表示 人的名词后缀 我们还学过 一个单词叫terrible 表示特别可怕的 特别糟糕的 这个词的基因 也是terror 表示令人恐惧 而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 另外一个使用词 叫terrific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 注意到 它可不是特别可怕的 而是特别棒 极好的 它的词根 也是terr 表示令人恐惧 但是为什么terrific 就变成了极好的呢 因为这个词呢 其实已经发生了转译 有可怕的这个意思呢 变成了 好的令人害怕 棒的令人震惊 所以当你听外国朋友说 that's a terrific idea 就相当于说 that's a great idea 千万呢 不能理解错了 千万不要理解为 that's a terrible idea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聊 这一课的第五个重要单词 叫wit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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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 the person has a quick wit 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个才子叫纪小兰 纪小兰呢 就是一个才子敏捷 机智幽默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说 纪小兰还的quick wit 所以才有部电视剧叫做铁齿铜牙纪小兰 现在的电视台里有很多的talk show 这种脱口秀的节目 如果要做一个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呢 就需要有quick wit 需要财思敏捷 而且风趣幽默 a talk show host is supposed to have a quick wit 比如说前央视的主持人崔永元呢 就属于说话呢 机智风趣庙语连珠的这种主持人 所以当年他主持的实话实说 也是风靡全国 描述这样的人呢 英文中还有个特别棒的形容词 叫witty 拼写是witty witty 我们可以说崔永元 is witty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witty所表示的幽默不仅仅是好笑 而是话语当中呢透露着机智 充满智慧幽默的话语呢 就叫做witty remarks 美国著名小说家 Mark Twain是一位公认的幽默大师 他给世人呢 留下了很多机智风趣幽默的话语 他也因此而闻名 我们可以说 Mark Twain was famous for his witty remarks 要注意的是如果witt用作复数形式的话 那么通常指的是一个人的理智或者说神智 也就是一个人能够快速地思考 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Your wits refer to your ability to think quickly and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好 我们来听听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The figure in the haunted house terrified the kids out of their wits 什么意思呢 Haunted house就是闹鬼的房子 figure指的是一个人影 在鬼屋里出现的人影 Terrify the kids out of their wits wits表示理智和神智 吓得理智都跑到外面去了 是什么感觉呢 对了 把孩子们都吓得失去理智了 神智不清了 这就有点像我们中文中说的 吓傻了 吓呆了 注意除了说 Terrify someone out of their wits 也可以说 Frighten or scare someone out of their wits 假设你和朋友们一起看了一部恐怖电影 你说这部电影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用英文怎么表达呢 注意恐怖电影呢 叫做horror movie 你可以说 The horror movie scared us out of our wits 当然你还可以说 The horror movie frightened us to death 这个电影啊 可把我们给吓死了 好 我们很快回顾一下wit它的用法 用作单说的时候呢 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具有 说话机智风趣的能力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 have a quick wit 来表示呢 这个人才思敏捷 说话诙谐幽默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叫 witty来形容机智风趣的人 那么如果用作复述的话 wits通常呢 就表示一个人的理智或神智 所以呢 Scare someone out of their wits 就表示啊 把一个人给吓傻了 吓得灵魂出窍 神智不清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这一课的第六个重点单词 Variety 表示品种种类的意思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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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来自于动词叫 Vary V-A-R-Y Vary Vary 表示变化 Change 事物之间 如果有变化 是不是就出现了不同的种类呢 所以品种呢 就叫做Variety A variety of something is a type of it 比如说一条河里 发现了五十多种鱼类 我们可以说 The river has more than Fifty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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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fish 一个花园里呢 有一百多种植物 我们可以说 The garden has more than One hundred Varieties of plants 好 我们再来听听 下面这句话当中的 Variety 表达了什么含义呢 A smartphone Can be used in a variety of ways Smartphone 就是智能手机的意思 A variety of ways 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智能手机呢 可以帮助我们干很多的事 我们可以用它来工作 生活 交流等等 它有各种各样的用途 所以这里的 A variety of 就相当于 Different 或者说 Different kinds of 我们可以把 A variety of 看作是 Different 它的升级版的表达 所以下次 当你在一个 相对正式的场合 要表达不同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意思 你就可以用 A variety of 来替代 Different 我们来造个句子啊 比如说 人们学习英文呢 有不同的原因 用英文呢 以前我们可能会这样来表达 People learn English for different reasons 如果我们用 升级版的表达 就可以说 People learn English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好 我们再来造个句子 这个小镇上 有各种各样的餐馆 以前呢 我们可能会这样表达 The small town has different kinds of restaurants 如果我们用 升级版的表达呢 就可以说 The small town has a variety of restaurants 在我们的生活中 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物 才组成了我们这个 多姿多彩的世界 所以英语里呢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所以这里的 Variety 怎么理解呢 并不是品种 而是多样性和变化 变化 是生活当中的 Spice Spice 指的就是香料的意思 一成不变的生活 令人感到乏味 当你的生活当中 有了变化 有了Variety 你才会感觉到 生活的趣味和美好 所以当你感到单调乏味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背诵一下 这句谚语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变化 是生活的香料 让生活变得 有滋有味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最后一个重点单词 叫做 Factor 因素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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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ctor A factor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nfluence or cause a situation 注意 所谓的Factor 因素呢 就是影响 或者造成某种状况的 其中一个原因 要素 这个词的基因呢 是Fact 注意Fact 作为一个词根呢 并不是表示事实 而是表示 Do Make 这个动作 所以Factor 它的字面意思呢 就是Doer Maker 也就是发生作用的人 或者事物 因此呢 Factor就表示 促进事情发生的原因 和要素 我们顺便呢 来记一个Factor 它的同根词 Manufacture 表示制造的意思 这个词呢 虽然很长 但是呢 其实非常好记 Manual 这个前缀呢 就表示 Hand 手的意思 Fact 词根表示 Make 所以 Manufacture 字面意思呢 就表示 用手来制造 在人类的早期 没有机器 所有的制造 都是用手来完成的 所以英文当中呢 就用Manufacture 来表示制造 好 我们再次回到 Factor 这个单词 这个词呢 在作文和演讲中呢 特别常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本质呢 是解释原因 我们常说 世间万物啊 都是相互联系的 那么如果有A和B 两件事 A是影响 或者说造成B的因素 那我们就可以说 A is a factor in B 好 我们来做一些造句练习 第一句话 坚持是它取得成功的 关键因素 坚持怎么说呢 对了 Persistence 那关键因素的关键 应该用哪个词来表达呢 对了 可以说 Key Key Factor 就是关键因素 我们可以说 Persistence is the key factor in his success 好 我们再来造第二个句子 在一场关键的球赛之前 教练呢 对球员说 速度 是谁能赢得 这场比赛的 决定性因素 诶 决定性因素 怎么说呢 叫做 Deciding Factor 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Speed It is the deciding factor in who will win the game 注意在借词 in后面呢 跟上了一个 兵语丛句 Who will win the game 好 我们来造最后一个句子 贪婪 是导致这一次 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贪婪 用英文来表达呢 就是Greed 重要因素呢 你可以说 Important Factor 还可以用一个更好的词 叫 Crucial Factor Crucial 它的评写是C-R-U-C-I-A-L Crucial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Greed is the crucial factor in this financial crisis 好 我们很快复习一下 刚刚学过的三个重要词组 影响一件事的关键因素 叫做 The Key Factor 重要因素呢 我们可以说 The Crucial Factor 而决定性因素呢 叫做 The Deciding Factor 当你要解释一件事情 背后产生的原因的时候 你不要呢 只会用Reason 刚才学过的三个表达呢 会让你的表述呢 更加的有品味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词汇脱口秀 就说到这儿